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扶持救护养护流浪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明台湾救狗协会 关爱众生 永不停息 生命电视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嘉好 山河 rings 云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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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因为有一个执着你就会有压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常练习这种没有压力的修行的方法 那当然最没压力的就是大慈大悲 平等地去关心所有众生 要经常这样来练习 请各位念 当我们念保济如来 你心要跟保济如来一样 保济如来就是保护所有的海鲜水产 消业障 安全 将来升天 所以如果你念保济如来在想的 保济如来在做的事 心里会不会改变 念佛要如此 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想着极乐世界的庄严 如何帮助众生去极乐世界 因为这个世间是苦啊 那你这样念阿弥陀佛 你每念一次就增加一次的 慈悲心啊 菩提心啊 那么要师如来 当愿所有现世者 病苦者 消灾严寿 那么阿弥陀佛 当愿所有往生者 父母祖先 往生净土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观世音菩萨 当愿所有痛苦者 离苦得乐 修行慈悲 那么地藏王菩萨 当愿轮回友情 永离三恶道 发菩提心 那么地藏王菩萨 我为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所有众生 来参加慈悲法会 欧阿弥 欧阿弥 愿天神 地神 海神 树木神 所有众生 同享功德 欧阿弥 好 请放长 那佛教讲空性 他就要告诉我们 万事息息相关 没有水就没有土地 没有水就没有天空 所以天空连着水 水连着土地 我们连着这个万事 那人才可以生存 如果没有水 鱼也不能活 所以各位要不断地去 体悟这个道理 原来 人就是水 水就是天空 现在我们要放鱼 鱼就是人 好不好啊 我就是鱼 鱼就是我 所以要让自己 跟万事万物 产生关系 因为产生关系 你就会关心它 因为它快乐 你就快乐 所以各位我们很聪明 你让鱼快乐 自己会不会快乐 对啊 这就是因果 你让鱼快乐 那爸爸妈妈也会健康 你让鱼快乐 特别经典说 就算有人往生了 你为他救七只鱼 那这个往生者 就可以脱离三二岛 你这一辈子 莲花生大师说 你杀了一百只牛 杀了一百只马 杀业很重 但是你有惭愧心 放十八只动物 十八只鱼 那你这个杀业罪障 消除了 所以药师经说 哎呀 这个人生病很严重 快死了 甚至可能几天就死了 那你帮他放 四十九只的鱼 或生命 他就可以长寿 消业障 所以因为佛教的目的 那就是要我们 直接去帮助众生 因为 念一下 帮助众生 才是帮助自己 所以各位要学学这个道理 做什么事情都想帮助 对吧 今天你在卖药了 希望这个药吃了你身体好 我也没赚钱 没关系 用这个动机去卖药 可以了 你做生意的 我希望你用到好东西 这个比较重要 对你生活有帮助 那你把一个帮助别人的动机 拿来做老师 拿来做医生 那这样 你做老师就是在修行 所以而且能够做到 无所求的 那就是空性 只为对方 那就是悲心 千万做老师 不要说 我是为了薪水 不然我来跟你讲话干嘛 那很多老师生气的时候 他就会抱怨 那所以各位 那结婚也要慈悲 那希望对方好 希望对方幸福 无所求的 因为有所求 那你就会有压力啊 你就会痛苦啊 我煮饭 你怎么不回来吃饭呢 因为你有所求啊 我煮饭给你吃 你要回来就回来 吃好一点 你没回来 正好 我拿去施食 拿去帮助穷人 给他们快乐 那如果你这样想 你煮饭就没压力啊 所以 还用一个思想改变 所以我们直接放生的好处是 就像今天 等一下我们这一千人在这边 有人掉到海里面 终于大家用绳子 用帮忙把他救起来 你快不快乐 快乐 救一个人 大家都这么快乐了 那何况 今天要救 刚刚小小大大给我说 今天有两千多只鱼哦 所以要救这些 如果各位我们今天不做 那这些鱼会不会被杀掉 搞不好你儿子也吃到了 所以最近 绵南多巴湖发生一个沉船事件 对不对 一百八十多人失踪 那我也没看到报纸 到底有没有救回来 有没有找到尸体 但是在还没有发生沉船的前两天 那那时候就有人来跟我说 师父 那个多巴湖抓了一只鱼啊 他们还传相片给我看 那只鱼很漂亮 很漂亮 全身红色的 应该这是红色的大鲤鱼 他说他们抓到这个鱼啊 在市场拍卖的时候 就有人 有神通了 给他们讲说 这只鱼不能吃 这只鱼不能吃 吃了会有灾难 事实上这只鱼 就在那个地方抓到了 结果两天以后 那这只鱼当天就被杀掉了 两天以后就发生这个沉船的灾难 后来我就问一位打坐的修行者 说这个有关系吗 我说师父 这个很简单 那只鱼是龙王的女儿啊 那这些人 已经有人劝他了 然后他们还是把他杀了 那龙王一生气啊 吹起一只大风啊 而且船上的这些人呢 也不是莫名其妙 往生的 他们过去也很喜欢杀 也很喜欢吃鱼的 所以因为这样就产生了这个痛苦的结果 所以各位 一只鱼而已哦 就会造成这么大的 龙王一生气 那就不高兴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放声 来回向海中龙王 天上龙神 土地龙神 同享功德 那这样会不会翻船啊 不会啊 会不会有车祸啊 不会啊 所以会不会很大的灾难 就不会了 也不容易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我们要用慈悲心来做 救一只鱼就有这么大的 杀一只鱼有这么大的痛苦 就像泰国这13人 昨天我讲过了 他们这13人过去抓了一只蛇 把他浸在那个酒翁里面 所以现在他们还出不来 因为怕海水淹起来 淹起来他们会泡在水里面 就像那只蛇被泡在水里面 所以再念一次 法会功德 回向洞中龙王 所有被杀的蛇 离苦得乐 翁啊后 那我想各位 千万不要事不关己 不要说 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 那我们要念一次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大词大悲 平等对待 所有众生 我认为新加坡需要你们各位 多去救 因为世间人不懂 负责杀负责吃 我们负责救 负责超度 好不好 要负责超度 哪一天你到海鲜店也要去吃饭 不是吃荤的 我要吃素 强迫他煮 你在里面念经 吃这个大悲咒饭 为了吃一顿饭 在那边给他念经 大悲咒 往生咒 辨识咒 念完那顿饭吃完了 那你要把握那个机会 因为你是佛教徒 什么叫佛教 念一下 保护所有生命 这个叫佛教 成为一个三宝弟子 这个世间 只要有一个众生 一个友情 在受苦 这都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我们是学佛 爱众生的人 所以哪里有众生在受苦 各位一定要积极努力 千万不要每天吾我 海涛法师 你什么时候来 靠你呢 靠我 我方法你已经懂了 我也懂了 那我们一起做 不分在家出家 反而我去海鲜店 人家骂我 你去还没事 你可以去帮助他们 因为悲心人人都有 不分在家出家 悲心不分有钱没钱 所以有一句话叫 再胜不争 再烦不减 你是个圣人 那你是圆满你的佛性 你是个凡夫 只要你有慈悲心 你的佛性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念下来 慈悲极见如来 对啦 你去慈悲 那你就看到佛了 看到自己的佛了 所以各位愿意来 就是慈悲心了 各位等一下再放生 就是菩提心了 马上再救他了 因为这些鱼 你对它这么好 也种下像成佛的因 哎呀有众生对我这么好 它就不会怕人了 所以各位 你要用慈悲心 去影响别人 有慈悲心 就是这个意思 就像我刚才说的 有人掉到河里面 我们去救 每个人都好高兴 哇 他被救起来 就像泰国 13个人 终于找到了 大家快不快乐 全国快乐 全世界快乐 很奇怪啊 不要花钱都可以快乐 因为看到他们 被找到了 我们好快乐 所以 等一下再这么多鱼 透过各位的爱心 行为 把它放到大海里面 而且这种鱼的好处 就不见了 抓不到 这个真好 有时候我们去放头山 放海这边 还不想走 等一下被抓走了 那这种鱼下去就走了 哎 非常好 但是我们心里快不快乐 快乐 所以一念慈悲 就消一念的业障 一念的慈悲 就消无量的福报 所以佛陀说 慈悲的功德 大于不失 慈戒 忍辱 精进 慈悲包含所有功德 所以为什么叫 念一下 放生为第一 有利功德 最快的 台湾话说 看得到 吃得到 很多人喜欢放生 因为你看 放下去了 我的钱放下去了 那只活起来了 很快乐 所以 当然我们 能够多半放生 多做焉供 因为你看得见 那个香香的味道 哇 众生在吃了 这个这么香的味道 供养佛 供养护法神 所以 希望所有众生 闻到香味 得到甘露 得到解脱 心里 很快乐 很舒服 所以 各位要 这样想 来 大慈 大悲 普度 所有动物 众生 被抓的 被杀的 自然死亡的 被吃的 所有动物 亡魂 同享 法会功德 这个才叫 大悲咒 大慈 大悲 这种声音 叫大悲咒 所以各位 你念什么咒 都没关系 但是你要有一个 慈悲 这种慈悲的声音 就让这些 痛苦的众生 也升起慈悲心 超度是因为 它升起慈悲心 而超度 这一点观念 很重要 如何让你的 堕胎胎儿 对你 生起感恩的心 慈悲的心 然后它就超度 那你要用你 这样的心 去感动它的心 那些动物 被人类抓到了 杀到了 烤死了 所以它们很痛苦 它恨 它恨 它就变成一种 报复型的冤情在主 它是如何 转化这个恨呢 那你就要 用你的悲心 表达你的行动 它被你感动了 然后它就超度了 超度不见得 它去哪里 它没有痛苦了 它搞不好升天了 搞不好成为你的护法 这样就自然超度 并不是说 我帮你念很多经 你怎么还不走啊 因为你没有慈悲心的话 所以我想各位在念 那你要有观音的心 你在念 我有度母的心 这种大悲心 我在念地藏王菩萨 众生都是我的妈妈 希望这些妈妈众生 都可以升天 所以就像 释迦牟尼佛到逃离天 为她的妈妈 摩耶夫人 讲地藏经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那 释迦牟尼佛 用这种大悲大笑 来感动她的妈妈 所以她的妈妈 马上也发菩提经 又成为菩萨了 所以 那佛陀并不是念经 给她超度 佛陀是给她讲法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不会讲法 那我们就直接念经 就这个意思了 但是这个经的意思 就代表 你要有这种说法的动机 我念地藏经 我就是在 变成地藏王菩萨的悲心 要来帮助你 要来供养你 那你就要念地藏经 我们念普门品 我变成观音菩萨的悲心 你念大悲咒 那我是大慈大悲 变成千手千眼的 大慈大悲的 要去拥抱 要去救护你 你要用这种心态来念 所以各位等一下放鱼的时候 你不要看 哇 这一只 不错 很好吃的样子 如果你还在吃鱼的话 那些 嘭 哇 我好衰 被你拿到 因为它会怕你 所以各位等一下要 来 念一下 放生 掌养 慈悲 就是说 那些鱼经过你手 你要发愿 愿我敬畏来祭 都不会伤害你们了 你要一直这样发愿 对不对 这个鱼还要跟你亲一下 太爱你了 那你这样 你一只鱼对你好 所有海里面的龙族 都会对你好 所以有爱心 有爱心慈悲的人 掉到水里面 淹不死的 因为所有这些龙族 都会保护你 所以众生都有直觉的 好人你看也知道 坏人你也会怕他 动物也一样 那所以各位 等一下你们在排队提的时候 同志里有五只鱼 哇 我爱你 我爱你 好不好 今天不用念 今天我们来比赛你 我爱你 我爱你 看谁 我爱我爱你 不要我吃你 我吃你 你不要今天放一放 晚上又去吃鱼 哇 所有的鱼会来找你 报仇的 因为你已经懂这个道理 你白天就放鱼 你晚上又吃我们 对鱼来讲是同一族的 他们叫什么 来 龙族 一只鱼 一只螃蟹 一只水中动物 合起来叫龙族 龙族里面有个龙族的王 在保护了他们 你伤害一只鱼 就伤害所有的龙族 所以你在新加坡 救一只鱼 那你将来在美国 任何的龙族都会对你好 这是自然的道理 所以各位要 要有这个 所谓大慈大悲 就是念一下 绝对平等 无有分别 感受对方的苦 愿对方离苦 那你要有这个悲心 所以等一下各位拿到鱼 你要看 哎呦 这个鱼怎么比我儿子还漂亮 你要有那个感受 那各位顾要这样修 我们以前都是这样修了 我很怕蛇 那我师父就叫我去弄一个笼子 天天看他啊 爱上他啊 去想他要吃什么啊 你要一直培养以后看到蛇不会怕 就像我以前会看到 会怕看到鬼 现在很喜欢找鬼在哪里 我做了这么多甘露 你怎么没有来吃啊 我就是要给你吃的啊 就是要培养他 所以就像爱狗的人 爱狗的人看到狗没饭吃 他心里会痛的 他不是说对哪只狗 而是所有狗 他就有这种爱了 那我想各位要这样来培养 培养对众生的悲心 而不是说 哎呦 我放了鱼 我今天赚的功德可多了 再见回家 这种功利式的去放生 会被批评 哎呀 你们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 什么功德 哎呦 去虐待那些鱼啊 对不对 然后就很多批评就来了 但是不管批评怎么样 我是培养悲心的 慈悲要耐得起孤独啊 但是重点是你有在做 那当这个骂你的人 老实说我是被骂最多的了 我走到哪里 因为台湾都认识我 那个那个那个 爱放生的又来了 但是后来我也觉得 有人骂我 我觉得静静 但是有人说 坐在那里 哎 报纸讲你那么多 我看你这个人还不坏 我说我就是要你爱上我 我这样放语 我就是爱他 我没有别的想法 我不是坏人 对啊 他说对啊 我说你不能光看 你要见本人才知道 我不是那么坏 所以重点就是说 因为我在放生 所以我从来不敢生气 为什么 因为我在放生 结果你又脾气不好 对不对 借由放生的名义 得到你个人的名利 那不是很惨吗 骗不了人 你可以骗一天 骗一年 你不可能骗一辈子的 所以各位 像各位这么多 会喜欢放生 记住啊 回去不要骂人了 回去这个人骗你一点钱 那你就慈悲一点 不然就 你这个放生这么慈悲 你对我不慈悲 所以吃素的人 更要慈悲 因为人家你知道 吃素就是为了培养慈悲 结果为了对方一个错 虽然你是对的 你在骂人 我认识一个放生的师父 有一次我去他那边 刚好他在念经 他做为挪 一直唱一直唱 结果旁边一个师父 唱得不好 就去骂他 我们大家都叫 傻眼 他不是在放生吗 他不是吃菜吗 凶起来这么凶 拿那个锤子 要去打另外一个出家人 那这样人家这个寺庙 没人敢去了 哪一天被打了是你 因为没有 没有慈悲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各位今天来放生 那你要了解 念一下 众生平等 众生接我父母 众生未来可成佛 对 所以放生就是救未来佛 放生就是救佛陀的独生子 释迦牟尼佛说 每一次生命都是佛陀心中的罗活罗 没有分别 那既然是这个道理是如此 我们是为了培养平等心慈悲心 所以而来救护他 那我们要把这个信念放在你心里 表现在你的行为上 好不好 所以各位 慈不慈悲 你要装出慈悲的样子 要开始练习 你要练习 你不练习 放生就比较好 你脸色不好看 骂人 那这样不好 所以各位 很快乐 很慈悲 这种快乐不是欲望 是一种 我可以救护生命 我活得很有意义 对不对 因为我可以帮助这只鱼 我可以帮助这只鸟 我生命觉得很有意义 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个 点灯的蜡烛 最后一定会烧掉了 那是我可以燃烧自己 给人家爱 给人家光明 这样我烧完了 快不快乐 快乐 就像我们今天这么多人来放生 大家都不失钱了 不失钱 所以可以救这么多愚愿 所以各位 你要感谢你隔壁 谢谢你救我妈 因为我一个人钱不够 你的钱 我的钱合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救这么多 爸爸妈妈 让诸佛菩萨快乐 救这么多未来佛 所以再念一次 万人共造善恶因 每人皆得善恶果 所以我们一人出一块钱 合起来一千多块 我们就可以救很多了 所以没有你那一块 那我们就少救了一个爸爸妈妈 所以大家彼此感恩 彼此尊重 我想各位要培养这个习惯 所以有一次 有一位老师傅在骂人 骂人骂人 结果一位老和尚就出来 你连鱼都在救了 对人那么不好 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被骂 你连鱼都在救了 你吃素的人你还骂我 对方做错事 是理所当然了 因为他不懂因果 但是我们要用慈悲心 跟他讲话可以 慈悲心告诉他 不能生气 你做错我生气 那你的功夫都没有了 功德消除掉了 因为你在培养慈悲 所以我们必须 感谢这些鱼 让我们有培养爱跟慈悲的机会 而且希望这些鱼 将来都可以成佛 这些鱼生生世世 一定跟你结善语 它不会伤害你 就算哪一天 你的夜盪来了 钓到河里面 这些鱼会找他的同伴把你推上去的 佛经都有这么多的故事 一直在这些众生他懂得报恩的 那你要让众生对众生好 就是你对他好 他自然就对你好 他懂了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经常去孤儿院 一直在对那些小朋友很好 给他财物啊 而且一直给他讲活教的故事 目的不是说帮助他 而是他也学习懂得帮助别人 他就会改变命运 他懂得感恩别人 他就改变命运 他千万不要说我是孤儿 没有那个意思 我们还说 因为你让我们能够抱抱你多快乐 所以各位要用爱感动对方 所以念一下来 佛法就是爱 爱的力量 所以各位不管你念佛诵经词咒做什么 那你就是在练习这种爱的力量 学习爱别人 爱敌人好不好 所以叫冤亲平等 你要开始一直练习 你一只鱼你都这么爱了 何况对你老公 对不对 只要能够做好事 这个是一种慈悲 就是说放弃自己的自私 没关系 你伤害我没关系 你能够救命 我就很快乐 各位一定要培养这个思想 今天有人欠你钱不还 你这边气没有用 你跟他讲说 哪一天你有钱 就用这些钱去放生吧 谢谢你快乐 你欠我十万块 但是你就放生十块钱 都抵了十万块 为什么 命 生命无价 生命无价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替祖先放生 替这些生病的人 去慈悲放生 力量这么大 因为慈悲无价 所以我想 像我讲话 不是开玩笑 但是我本来就是这种 人生观 要乐观 了解真相 乐观 没关系 今天你不打我不骂我 怎么跟你结缘呢 结缘有很多方法 所以你伤害我 那太好了 你伤害我 我可以跟你结缘 这样我还可以消除我职 得到空性 又可以对你培养悲心 培养忍辱 那各位要这样决定 好不好 所以念一下 放生的人都是好人 好不好 所以你要说 我是好人 因为我放生 你打我骂我 OK 因为我是放生的人 我是好人 慈悲的 包容一切的 接受一切的 只要能够让你快乐 让你成佛 我什么都可以牺牲的 那我们要这样不断的培养 所以我讲这些 我有没有把各位给放生了 先把各位给超度了 放就是解放 解放生命的痛苦 生命里面没有这些贪生痴 没有这个称恨 你生命快乐了 那那些鱼 被你拿到就快乐了 如果等一下你拿到 你一定是吃鱼的 吓坏了 完蛋了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大慈大悲的 它很温柔 对不对 它很快乐 它不会怕你的 所以当然 各位要开始去 测试自己的悲心到什么阶段 努力的去做 所以刚刚我去洗手间 我每次口袋都会带三颗米 洗手间里面有很多大小鹰鬼 他们只能吃大便小便 很可怜 今天碰到好心人士 终于吃到真正的米了 我一定会带这个进去 吃甘乳 今天不要喝小便 几颗米给它放在马桶里面 吃甘乳 你连对马桶都要慈悲 而且这些里面有很多众生 那他们是靠这种不好的味道 不然没办法 它在夜报 那你也要在那边培养慈悲 所以各位上厕所快不快乐 多上几次吧 你把上厕所当作一种修行 你把生病当作一种修行 所以要利用各种机会 大家来慈悲 好 今天总共念一下 2675只 苍鱼 1070公斤 总共14980元 如果你最近刚好要开银行 你已经知道号码了 慈悲的密码 1498 因为今天放14980 银行说你要四个号码 OK 2675 因为今天放2675只 搞不好你老公说 赶快号码给我 他要发了 因为这些号码是慈悲的 利益众生的 今天有这么多出家人 你等一下可能要供养红包 你可能供养500块 那500是你的功德 所以各位要把任何事情都转为一种 一种慈悲 这个慈悲让别人幸运 这样就好了 因为他不是学佛没关系 但是这个号码是有幸运的 有加持的 所以今天总共放了多少钱 14980 1498背一下背一下 你儿子要想说 我要用什么号码 1498 这个Lucky的 这么多人 这么多生命 得救了 所以我很喜欢这样 我这个人 我要把很多事情都转为一种快乐 一种慈悲 你要让自己 所有负面的事情 在你心里都没有 别人伤害你 欺负你 都不会 我看到有些人 脸都不笑了 你可能被欺负久了 你对别人不太相信了 一路一副失恋的样子 欠债的样子 那你要从内心修 你要从内心改变 你内心改变 语言会改变 眼神会改变 像我这个人最可怜 你看几千人都看着我的脸 我一点都不能假装 内心里面一定要真心 不然看你就讨厌 你看我也讨厌 那怎么修呢 所以各位吃狗肉的人 每一个狗看到你都要咬你 救过狗的人 奇怪 狗看到你 咬咬尾巴不一定 那你现在所谓欢喜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就让众生看到我都欢喜 他现那种欢喜相 那为什么弥勒菩萨能够让众生看到他欢喜 弥勒菩萨没有吃过肉的 对不对 宁可挖自己的骨髓 也没有吃一块肉 弥勒菩萨发愿将来我成佛了 第一条戒律就是什么 来不吃肉 这个就是弥勒 而且没有一只动物被杀 在弥勒菩萨的时代没有人生病 大家都活到八万多岁 所以那是因为弥勒菩萨的心态行为 然后他就会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人可以改变世界的 我很喜欢看很飞行的车子 但是我觉得这个苍鱼 那个真漂亮 他那个那种 那种身体真 fashion 真美 所以你要去欣赏 每一种友情的 他生命就像个艺术一样 这样去看待他 然后呢 各位一定要这样培养 你很讨厌狗 那你要开始去爱 去观赏那些狗的美 慢慢你对 你想到狗心里都很快乐 我讲一句实话 好像新加坡人 看到新加坡人不太快乐 我真的有直觉 然后奇怪 因为我看到路上 这么多人走来走去 那个脸都铁板脸 然后我们是个修行人 你看到人 哈喽 你要内心很快乐 那你每天看两百个人 就两百次慈悲 我不认识你 我不认识你 这样 你心里在念大悲咒 然后已经看到了 你不要看到我 我不要看到你 那这个各位真的要修 因为新加坡那个气氛 还是这么在的 还有那种 虽然人很多 但是却距离很远 距离很远 我们修行就是要看到 任何人都很有缘 你一定做过我妈 你一定做过我姐姐 所以我跟你看到一眼 我就很想跟你讲话 希望你也都懂了佛法 各位要开始培养这个 热忱 热忱 所以要有这种 什么 patient 是吧 你要开始有这个动力 有这样 然后很喜欢去 哈喽 哈喽 所以以后明天各位 早上起来先站在路口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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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说你是精神有问题 罗不罗不罗 因为 我是修行者 你要贴一个标志 我是修行者 我要修微笑 我跟你讲过两天 旁边就多一个人在跟你 哈喽 哈喽 然后有三个人 哈喽 大家都说 我在修行 然后他那个铁板脸就变了 然后你老公说 哎呦 你怎么变漂亮 你这么扎 我的丑是因为你给我的 谢谢 所以你要改变一下自己 我觉得修行就在追求快乐 也给别人快乐 不要给别人压力 还可以救人家的痛苦 所以各位要快乐一点 好不好 等一下去放鱼 看哪一个快乐 快乐到家里还在快乐 你今天回去 你妈说 你又交到男朋友 是是是 交两千多个 哎呦 太快乐了 因为你要把那个快乐的气氛 带给别人 像我这个人 我不得不快乐 找我的什么 得癌症啊 死啊 自杀 然后我回去 啊 啊 死得很难看 那不行了 我一去就是很快乐 没有问题 OK 所有的功德给你 嗡啊嗡啊嗡 这样 那个死的也不得不跳起来 我都会背的 念一下 十万八千场 放生焉共功德 国际放生 护生 八万多场功德 嗡啊嗡 两千七百万 点灯功德 让你拌得死 嗡啊嗡 新加坡的功德 今天法会的功德 我这样都是带到 所以我这次很认真 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去德国 德国要去超度犹太人 超度黑死病 超度战争死亡的 我一定要带着各位的力量 好不好啊 所以各位这几天 你不要发飙 我跟你讲 你不要害我 我要带着各位的力量 这个叫元旗法 你帮助我 我帮助你 互相帮助 好不好啊 所以我永远保持快乐 因为很多人在念我 师父我肚子痛 他一念我就发飙 因为我正在发飙 所以当有人在念你的时候 你要很认真 因为我妈妈 有时候心情不好 身体不好 他就会念我 跟我爸爸一样 所以我已经知道 我爸爸妈妈都在念我 所以我要随时保持 有力量快乐 好不好 太重要了 太重要 所以我父亲以前 他只要一病的时候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 听到你的声音就心情好 你才知道他 因为我保持这种力量 因为我爸爸妈妈 随时被我影响 所以我以我爸爸妈妈 为影响力 来影响别人 因为你对你爸爸妈妈 怎么样 所以你要 虽然我出家了 我不能天天孝顺他们 但是力量可以给他们 所以我们所做的功德 不断地在影响他们 所以心情不好的人 煮的饭 吃的会拉肚子的 真的 我给你百分之一百 你拿插菜 拿洗洗碗 你老公输 你老公输 这饭得不吃 因为你抱怨 complain 足的 洗洗碗 所以我跟你讲 你老公没赚钱 身体不好 是因为你苛刻 嘴巴一直苛刻 一直念念念念念 要他念死 所以我认为 我没有什么佛法 但是这种乐观 了解佛法 没关系 身体生病 更要乐观 病很快就好起来 你不要被病打倒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念 大悲咒 我讲了那么多 是希望各位有悲心 才念得出咒 不要念悲哀咒 我中感情 我们大悲咒 你拿来念悲哀咒 因为我得癌症 所以我念大悲咒 得癌症的心态 让你很痛苦 所以你念大悲咒的时候 要有慈悲 有力量 所以癌症就超越了 千万不要在伤口上 撒盐巴 了解吗 对方已经在得癌症 很痛苦了 你去帮他念的时候 又一副很悲哀的样子 你要死啊 对方不会好的 让你念得死 因为你的动机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是快乐 你这种铁板 你念阿弥陀佛 世间苦啊 阿弥陀佛 世间苦是本来的现象 叫你不要 你不要在乎它 叫放下 厌离心 西方是快乐的 你念阿弥陀佛 不要一直想着世间苦 世间苦是本来的 叫你放下 因为你执着才会苦 你放下这个世间的 这种苦的执着 那你去观想 极乐世界的清净快乐 那不是转化的吗 所以念佛人有两种 一种是不会往生净土 那种念佛人 因为他一直说别人不好 那个访门不好 那个不好 世间不好 嘴巴念过 这样 这个佛陀是 世间的不好 是真相而已 不是 不是别人制造的 这是一个真相 让你看清楚 而懂得放下 得自在 这样而已 所以我在跟各位超度 超度好了没有 对对对 No complain 不要再跟我说 我老公有外遇 不要再说 师父我哪里痛 哪里痛 哪里痛 师父苦要跟谁说 你们每天 找师父 诉苦 因为为什么没苦 因为我天天在快乐 没时间痛苦 没时间生病 没有时间烦恼 今天你儿子不听话 算了 我去市场 就救两头鱼 都比你快乐 你干嘛 一直在卡的儿子 怎么样怎么样 师父我老公怎么样 念佛了 你得念老公干嘛 是你自己在找痛苦的 你就一直去 去想慈悲的 想快乐的 那他就会变快乐 因为你快乐 你老公也会快乐 为什么 因为你快乐 他看到你就漂亮了 很亲切 所以你试试看 今天就放生 很快乐 老公回去 找你 干嘛 我找你去看电影 真的还假的 谈恋爱 因为奇怪 因为你改变了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 很快乐 没有压力 不会在那边 谁谁念 谁谁念 所以在这一点 我边讲 我一直看各位的脸 有些脸 讲到现在还没超度 没安装 都不笑的 你还真厉害 人家已经笑好多次了 真的是如此 所以我这个人 就算我听不懂 我都会笑 因为这个就是 弥勒菩萨的精神 就是观音菩萨的自在 这一点 我们既然愿意 愿意去救生命了 各位不要心机那么重了 你是要来这边骗钱的吗 所以各位要打开 打开你的心 对不对 接纳 接纳 让阳光显出来 如果今天一来 我看没有太阳 感谢太阳功 他蛮合作的 对不对 天气会好 大家舒服 等一下最好 感谢风神 吹吹凉 所以有一点风 大家把这个快乐 跟这些 念一下 地水火风 所有善神 同享快乐 同享功德 好不好 好啊 这个最重要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 请观音菩萨降临 法师慈悲 法师就是观音菩萨 好不好啊 慈悲就是观音嘛 各位等一下也要去做观音菩萨 如果你有 等一下过去开始放生 甘露水 反正海那么大 多撒甘露水 好不好 永不停的慈悲 海水永远最后会变甘露了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梅 COVID-19疫苗陆续抵台 少数民众因为担心 而不敢施打 不用担心 所有疫苗 都有经过严谨的审查 及检验程序 我国目前采购的疫苗 经食品药物管理署 及医药品查验中心 审查品质 安全及疗效 才核发紧急使用授权 专案输入许可 制造都符合GMP 需要药品优良制造规范 运输及储存 也符合GDP 需要优良运销规范 维持疫苗品质 这次疫苗进行外观 酸碱度 及无菌等七项检验 多合格后才放行 最后提醒大家 疫苗品质有把关 民众不用担心 平时能要注意个人卫生习惯 首付您我的健康 观音的慈悲 佛经中说 妙音观世音 半音海潮音 圣理世间音 事故取常念 在所有的声音当中 念观音菩萨的声音 是最殊胜的 它是海潮音 是最殊胜的妙音 是最殊胜的妙音 大家请不念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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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役音》 皇财神祈祷祷文 药 heaven einmal子 从既上师乎诅出黄财神 纵即文宗一处荒彩生 纵即诸佛护法荒彩生 前行祈祷此与其地成 红增巴拉子朗祭所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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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处一切众生平均苦 无尽宝藏之主荒彩生 有其轮回种种痛苦种 祈愿诉作成旧荒彩生 红增巴拉子朗祭所哈 红增巴拉子朗祭所哈 如今诸多战争与万一 弥漫过种不幸之灾难 让全世界有其次地 消除不幸障碍荒彩生 红增巴拉子朗祭所哈 红增巴拉子朗祭所哈 终生信忠谙木迫众透 über六甲增巴拉子朗祭所än 有其名不富富千悟 却无自主 世界禅生何 tarer 火灾支 世界禅生何怕火灾尸 小处火灾解难荒彩生 狂风软泽海面多浪 岂一刻不拘浪摧毁家园世 众生不由自主无处逃 笑出水在劫难荒菜上 红山巴拉萨摘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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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夜里所成此世间 一旦暴风席卷毁坏时 除灵之外无处可一呼 笑出风载劫难荒菜上 红山巴拉萨摘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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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散巴拉扎寨所 名为无法掌控之疾病 忍受痛苦折磨之众生 富贵举足无病得长寿 小处病莫皆难忘在身 宫散巴拉扎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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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生世世的见证鸟发 青蛇吃我护发黄在身 无论我将逃生于何处 小处闻一切难忘在身 宫散巴拉扎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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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常供养诸佛 无间断光 皆善愿合合僧团众 举足财富所愿皆如意 愿作佛教施诸皇才生 共赞巴拉赞哨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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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才饮有精有斋富贵上 冒火的心香是今成 恒常所作十月皆吉祥 此欲愿满城就皇才生 共赞巴拉赞哨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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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众生无论生何方 处宁之外别无息求处 为了法要几平苦众生 此欲此财富作皇才生 共赞巴拉赞哨所好 共赞巴拉赞哨所好 生与佛法行圣之国土 呼吾闽愿 居足复败 Taylor 敲佛赞哨所要 所有行愿竟能亦亦成 此欲戌生成就 HOLCThis 国清秀世 好的当众生 女々物ANSN Looking at initial 共赞巴拉赞哨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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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葬芭拉葬摘所好 红变十方佛陀生教法 不将苗鱼干临近方 天见庄稼和苗生长王 赐予幸福家愿皇才生 红葬芭拉葬摘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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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处处尽充满幸福 有情情中所愿然云尘 特别俘虏全世长兴旺 赐予佛教兴圣皇才生 红葬芭拉葬摘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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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黑暗淡的色彩 容易迷惑他们的心意和眼 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 让最慈悲的开示 让大智慧的法语 让具教化的节目 沉浸孩子的深口意 令孩子的成长之路 有佛 有菩萨 有善之士 长相左右 处处关照 接下来请收看